从制高点的角度画出水库大坝的景致 这幅是2024寻找水利绘画大学组第一名作品 选择一个比较挑高的景 然后尽量用水彩的那种渲染法的方式 把整个景的那种景深的感觉画出来 而这幅全家人坐在水库旁一起画画的模样 生动描绘出水库与人之间的生活 获得高中组第二名 这个主题刚好是绘画比赛 我就想要把景色跟小朋友绘画的互动画下来 花了八个小时 庆祝桃园大均通水百年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桃园管理处 日前举办2024寻找水利摄影及绘画比赛 收到2000多件作品 最后评选出绘画作品74件 摄影作品22件 作品均展现出桃园地区农田水利设施和田园景致美景 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纠结 因为很多作品让我们看到的都是好 但是因为派系的不同 有人是用平凸法 有人用点苗派 也有人用渲染的 也有人用所谓的平面设计的模式来完成作品 让我们很惊艳 主办单位举行颁奖典礼 近百位的各类奖项得主亲自出席受奖 从小朋友到大师级任务都有 农田水利署副署长林国华也亲自颁奖给得奖者 好 恭喜 我们的水郡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多元 尤其在桃园这边 就是一个所谓的全国唯一的 应该可以讲到全世界唯一的皮糖的文化 现场还邀请龙坛爱乐管弦乐团 带来优美的音乐演奏 场面温馨且别具一文气息 民事新闻庄博华 陈子平 桃园世报导